小寇有好多的煩惱 老公不跟我洗... 老公不跟我洗澡 不跟我吃飯 不跟我睡覺 現在還要求職 都已經五年了 五年了 對 默默的 我七年才求到 真的嗎 所以OK的 還有時間... 默默的也走到第五年了 但發現肚皮還是一直沒有反應 所有的方法其實都試過了 那當然朋友也知道 我們很積極地在求職 那只要有跟小朋友有關的 他們就會來告訴我 那其中有一個朋友跟我講說 在就是台北 某一個地方的比較山區 然後有一個宮廟 然後求職非常的靈驗 我想說非常的靈驗 又是自己的朋友 不然就去試試看好了 反正什麼事 方法都試過 有查這一個嗎 然後也就是預約好了 然後預約的當天 也跟著老公一起去 然後去了之後 老師看了一下 我們的名字 我們的深層八字 然後拿了一個鈴鐺 然後鈴鈴... 然後唸了一大堆的咒 我也聽不懂 然後鈴完之後 就開始畫符 然後你知道就是那個紙 用那個豬 紅豬... 豬殺 對 在上面 就是寫寫寫寫了一個符 然後他就折成那種小方塊型的 然後接下來 他又拿了一個紅包袋 把那個符折好 放在紅包袋裡面 然後香灰 他就咬了一尺的香灰 放在裡面 總夠開了兩符 然後把它折成正方形 對 然後用膠帶這樣貼起來 兩個 然後跟我們夫妻倆說 回家在做功課的時候 記得把它放在肚臍 好啊 哇塞 那妳要黏 妳要把它黏住 要黏住 但是妳知道 我們在努力的時候 會有汗水 那下來怎麼辦 所以就一直浮著 對方的肚臍 頭頭到尾 就只能面對面 你知道嗎 而且動作也不能太大 你知道嗎 然後不要亂動 就是你要再震肚臍 就是蓋住 所以一人貼一個是不是 一人貼一個 一人貼一個 頭頭到尾就是 你不要亂動 你不要亂動 那不動怎麼弄啊 就是頭頭到尾就是很瞎 但是就是我們還是照做了 大概做了兩三次之後 發現好像也沒有什麼反應 就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還滿蠢的 但所以我們後來就停職了 然後有一個朋友 也跟我們講說 桃園有一個老師 他有一帖就是很 要幫男性就是 養精蓄熱 把叫妳老公吃的 對 然後那個老師就跟我講說 要去市場買鮮魚骨 鮮魚骨 對 鮮魚骨 然後妳就買那個骨頭 然後回家就是燉 就是很簡單 他就說妳就把那個鮮魚 拿洗乾淨之後 放到水裡面就是燉煮 那當然就是 怕有很重的腥味 所以我們就加了米 我也加了米酒 加了薑 但是我跟你說 那鮮魚骨還真的不好買 我大概煮了七個小時吧 那個骨頭還是超硬的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 這麼硬怎麼喝 對 然後我就說 不要再煮了 已經煮了快要十二 燉了快十二個小時了 真的還是很堅定 很堅硬 對 很堅硬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妳喝喝看 因為就是這樣子 他喝了 他就是被我 然後他怎麼喝 他就看好臭臭 我說怎麼會 我米酒放很多耶 但他說真的很臭臭 臭臭就算了 那個骨頭 把他的喉嚨刺傷 他被我強迫 然後我就說 你喝啦 養精蓄銳 然後他喝完之後 就把他喉嚨受傷 還去看醫生 然後他就很生氣 他就真的滿生氣 他說你真的不要再鬧了 對 還是沒消息 就沒消息 就到第五年了 我們還是這樣子 不怕 主婷姐到七年多才生 才懷 七年多才懷 對啊 張勝書老師 出面調解一下 真的會要調解 那麼堅定 解決一下 他的命盤有沒有 有沒有喜事可以降臨 你的命盤 有嗎 有小孩嗎 你看你的子女工 在夫妻工的右邊對不對 夫妻工的右邊 對 子女工有沒有 太陽加陸存 是 有耶 很好啊 對不對 好心耶 自己睡 其實每一個人的命盤 大運一定有順轉或逆轉 兩種可能性 對 那基本上來看 你看你的夫妻工跟子女工的 大運走得都比較晚 對 其實就代表 事業運走得比較早 因為你看你的事業工 是不是這時候他的 那個歲數啊 就會在第五個大運 對不對 對 但是子女工啊 太陽跟陸存 其實是很好的 小孩子不只很好 而且是旺財的 可是這樣的小孩 本來就比較難生啊 對啊 對啊 那麼好生 對啊 旺財呢 對你來講 三四十個 看有沒有一個 是不是很真 所以你一定要考慮一個問題 這張命盤既然夫妻工跟子女工 走得比較慢 事業工走得比較快 因為你的事業心太強 那個對懷孕是有阻礙的 對 真的要懷孕的 我跟很多人講過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把事業丟一邊 跟老公先去遊山玩水 放輕鬆 小孩就來了 我那時候就這樣 但是你放得鬆嗎 放不鬆 那你看 小孩重要還是事業重要 你不要自己賺 小孩賺就好了 還不放鬆 你看放鬆一陣子 有了之後 小孩就會帶財來 認真的 各種代言都來了 因為一直很想說 在事業上面 也是不能放輕 你知道嗎 就是放不下 可是這兩個就是一個 相生相克的觀念 對不對 是 因此你就要去思考 我真的很渴望小孩 其實女孩子都一樣 小孩生完以後 再來拼事業是最容易 可是你說我又要拼事業 我又要有小孩 兩個都要好 說實在對生小孩 是很不利的 是 聽得懂嗎 聽得懂 那我先退出 退出這螢幕先 也不用說退出 不要啊 乾瘟 慢慢 不要想那麼多 放個長假 去遊山玩水 對 沒有人叫你退出 可是你要把它放輕鬆 如果你今天放長假出去了 還在那邊想 待會兒人家找我怎麼辦 怎麼辦 你放不鬆 下禮拜託沒通告 這樣不行 明白了 宋子娘娘就不敢送 是 你要知道很多人是拼事業 拼到小孩早產的 雪光 對 你這樣一輩子不是就更痛苦了 厲害 對啊 好的 該生的時候要好好生 好 既然這個小孩是忘你的 你就要說讓他生出來 事業自然就為誰 就一個還是什麼 對 看得出來一個還兩個 其實命盤本來就不管你一個還是兩個 古早人生十個也是這個命盤 對啊 大陸一胎話 拼死命 你就照我剛剛給你的方式 對啊 這麼好的命盤 多生幾個 中一個就中死了 對 中死了 中一個就爽死了 中爆啦 除了小柯以外 其他的人呢 在今年下半年秋冬的時候 有沒有喜事降臨 好 我以為你在問說你咧 我沒有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2023年已經快過完了 對不對 好 下半年我們看 卯公的位置 所以兩位的卯公的位置 卯公 我卯夫妻公 都看到了 對 好 我們看第一位是 蓮真心 蓮真 兩位都沒有 沒有 各位觀眾 你有蓮真的朋友 恭喜你了 尤其是 很想要買房 還猶豫不決的朋友 下半年的買房機會 出來了 而且有意外之財 付你一倍之力 所以蓮真心中的人 下半年買房好時機 好 要把握 不錯 再來 第二個 天同心 好 兩位都沒有 沒有 不過兩位中了這個也沒用 觀眾中了才有用 我已經生不出來了 天同代表是 下半年的結婚機會大增 好 婚姻喔 所以你們兩位都不用 對 我不用 小蘭想不想中 我不用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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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容易要給你中了 你又不要 我只能许而已 好好好 你後宮家裡已經三千人 對 所以有天同心的朋友 這時候 別怕喔 很多人是桃花已經來了 真命天子來了 還是怕 會怕 為什麼會怕 天同就是會讓你說 萬一是錯的怎麼辦 一有這種心 是不是就往後退了 所以一定要注意 這時候桃花的正緣 是正緣 再來 主寧你第一名 真的嗎 太陽 太陽 超讚的喔 太陽在下半年 貴人運非常好 所以喔 事業上的貴人 對你事業上的發展 是非常有幫助的 太好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也有 太陽這顆星的時候 偶爾 一定要掌握到你的貴人喔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